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肥安天下 中國的經濟已經走到一個 尤其是地方 已經走到沒有辦法走下去 昨天 最大的新聞在我來說 英女亡就是9月8日 今天是9月10日 中秋節 最大的新聞 究竟有沒有人過這個中秋節 都成問題 最新暴露出來的就是 蘭州公交車 如果用公交車 我們算是這個叫做事業編制 就是半工務員 這些長期飯碗 跟之前一樣 出不了糧 之前跟大家做節目都講過 有些公司是出不了糧 跟著 就是 因為這樣 直接停擺 不能夠繼續經營 因為政府沒有了補貼 而蘭州公交車也都一樣 這次更好笑的就是 麻煩 蘭州公交車公司 他沒有薪水 他沒有薪水 但是 你們搞不定 從6月7月8月 到今年的9月 如果計算這個月 四個月都不會有薪水 你上班就等於白做 但是因為他事業編 他不會倒閉的 又要維持應溫 那怎麼想辦法 一個字 一句這麼簡單 就是麻煩你 去銀行借錢 出薪給自己 給自己借錢 借多少才好 他說你放心 我們會做擔保的 就是如果銀行不相信你 這樣 我們相信你 但是我沒有錢 沒有錢 出糧 這樣吧 你跟銀行借 我們做擔保 還款 還有利息 全部由蘭州公交車負擔 是不是好呢 我都為你想的 你沒有薪水 我想盡辦法 令你有薪水 那你有薪水 就行了 如果你借到周生債 那我 做還 喂 這麼像騙子 如果 要跟銀行借錢 你蘭州公交車 走到銀行借了 接著 出糧給人 還不行 為什麼要你做擔保 去借 他們借錢 出糧給他自己呢 那個邏輯在哪裡 你可以給我一個道理 因為真的不知道 而更重要 他提出一點就是 過去年齡 這個月 是沒有辦法出到糧 是四個月 再這樣下去的話 去到年底 不要說獎金 這些一定沒有 事實上 已經去到 沒有辦法還夠的地步 而更重要一點 一定是蘭州公交車 和銀行 談得到 談得到 去 令你能夠貸到款 你不合資格 都要合資格 令到蘭州公交車 能夠過到這個難關 那當然 過不過得到 這個就是題外話 為什麼過不過得到 是題外話 一字禁錢 當大量的失業 人口流動 而更重要的 沒有錢搭車 不如用電瓶車 開車 撥撥撥這樣去 為什麼你虧 過去全部都因為有政府機關的補貼 你們這些人大食爛 去頂住 跟著亂開掃掃 做成 就好像之前 遼寧有公交車 當日 2100多萬的政府補貼 沒有辦法補到的時候 他就即時停運 而最重要的 實際上出工糧的 司機只不過是150萬 你便想想 兩千多萬補貼不到 但是實際出工糧給司機 只不過是150萬 那有剩下的錢 過去去了哪裡 心知透明 在這裏也都真真正正 證實到 即是已經走盡了 接下來 未來 尤其是過年 我們 中國人最說的是什麼 年晚前 犯喉煙 或者炮喉煙都行 這個 不是個別例子 會越來越嚴峻 因為最主要 救經濟的六個省市 即是你看到福建 廣東 上海 浙江 這些 現在習主席的動態清零 繼續燃燒 繼續強硬的執行 令到他們的財政 沒有辦法有歡愉 能夠救到這些省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狀況 何況 來到這裏 已經是得過且過 死馬當活馬 最重要不是釣鹽水 是最重要不要斷你 你想辦法不要斷你 至於 人民 或者蘭州車 公交車 這些職員 他們信不信 肯不肯借這筆錢 你欠我的 去勞動局告你就是了 再不是我寧願你清本 賣賬拆骨 當然 他是事業編制 他是事業單位 他背後有中國共產黨 也都有官員 你不借 沒有糧出 你告我 口大 你口小 到時一句尋印之事 全部拉起 關閘 放狗就搞定 中國 我相信未來這一年半載 會出很大的事 因為已經陸續出來 即是說已經殺到公務員身上 割韭菜已經沒有辦法割 你要出糧 麻煩你要買多少套房 這裡不行 隔離鎮 或者下鄉去賣 因為你們是公務員 你要撈下去 你就想辦法去賣樓 令到地方收入能夠頂住 即是現在全個中國 三四二三四線城市 應該這樣說 來到這裡 公務員 你自己賺錢 給自己出糧 無論是房地產 而你賺到的錢 順便救了地區政府 那如果 不行的 即是說你自己買 你自己頂 到你沒得頂的時候 就完的了 你維穩系統都要出糧 而維穩系統 是沒有辦法創富的 而來到更重要一點 大罰款時代已經開始了 所有的亂象 就是源於過去的腐敗 習近平以打貪為首 但是事實上 他也都製造了 有歷史以來 最腐敗的社會 如果不是的話 錢從何來 那些錢去了哪裡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分享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喜好天啊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當你動態清明 不單止房地產搞不定 你摧毀了整個的中國經濟 拜拜 消費 發生 消費 消費 緊密 消費 消費 消費